继续来看到新城乡乡公所办理了联合捕鸟祭的活动 那么今年活动主轴是为了要传承文化与记忆 活动除了传承原住民族捕鸟祭文化之外 更表扬部落事务热心服务的部落族人 透过表扬的方式来鼓励部落族人传承传统记忆的文化 新城乡公所上午在原住民文化馆办理联合捕鸟祭 迷赛旅游活动 今年活动主轴为传承文化以及记忆 活动除了传承原住民族捕鸟祭文化之外 更表扬部落事务热心服务的族人 透过表扬的方式主力部落族人们传承传统记忆文化 今年的捕鸟祭更规划狩猎以及文化体验 向上和立台全城参与 以部落族人们共同体验主义闯观 提出好运 集中集发 神剑手等活动 紧接着欣赏各部落用乐舞的方式传承文化 有头目带来和上舞 有部落班长带来滨海之恋等精彩舞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向上和立台表示 云住民捕鸟不但是一种生活的习俗 也是生活祭典的一部分 透过部落祈老传述祭典文化的由来 以及传承祖先的智慧 以唤起主要们一世免有文化断层之语 今天这个捕鸟祭非常有意义 我意义在哪里 我这几天到嘉陵春期 早上大概五点多我就会去那个地方上布 我领悟到捕鸟祭 虽然过去我们的长辈一直在讲 为什么叫捕鸟 因为阿美族是捕鱼 在河床里面来捕鱼 海边去捕鱼来种这个稻子 为什么叫捕鸟 这只都是这些害鸟 所以我们捕鸟祭过去主线 今天一路给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记忆 我相信在各位同伙 也要在部落加上班班才要再多多来掀吧 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吃吃鸟回去就没事 为什么主线传统下来捕鸟祭 一定有它的用意在 所以很多啊 记也好 都要透过各位在部落里面 传统让我们下一代能够来了解 今天再次的欢迎各位 来参加我们的捕鸟祭 这个今天的太阳实际上是很棒 这个因为我们的祖邻能够保佑大家 马拉道 马拉道保佑我们家家屋都能够平安 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好嘞 现在站在何一台表示 公所团队积极推动部落文化的自治与传承 这几年无论是各项技艺或是原著民族传统以及技艺运动会 回到部落共同参与的年轻主人们明显增加 今年的不了解活动 无论在舞蹈表演以及趣味竞赛 也出现了更多年轻主人的身影 充分展现传承以及团结的成效 创造族群融合的幸福新城 记者金鸿逸 新闻将报道